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贼金 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不及小非农那样火爆 从而消除了此前加息预期的部分热度 但是新增20.9万个就业岗位仍然很多 而且随着薪资保持在高位且失业率下降 这因为巩固美联储7月加息的理由 非农数据公布以后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远离2007年以来的高位 10年期收益率刷新4个月高位 美元指数加速下跌 创两周新低 黄金创一个月最大单日涨幅 结束三周连跌 加息预期升温令美股成压 非农并未缓解美股压力 三大股指下挫 接下来的一周 市场的目光将重点转向美股通胀数据 核心CPI可能会影响9月和10月的美联储会议定价 这次的CPI数据将是美联储7月利率决定之前 发布的下一个关键数据 美国银行经济学家预计 核心通胀率将从5月的0.4%降至0.3% 年化通胀率将从5.3%降至5% 但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美英表示 他们预计6月份的CPI报告将表明 尽管通胀回落的车轮似乎正在转动 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美联储将继续加息 安林首席经济顾问表示 大多数人预计尽管存在一些需要强调的问题 但美联储将在7月份加息 预计下周的CPI可能会相当低 美联储官员内部的阴歌矛盾似乎公开化 投资者恐怕难以从他们的讲话中获得一致信号 霍尔街主流分析师对9月份至年底 美联储究竟有动力和能力 再次加息20个基点存在意义 美联储喉舌尼克认为 7月份之后的政策路径不明确 另一派分析师反驳称 超级核心服务通胀而非单纯的就业数据 才是美联储的关注重点 9月加息不能排除 央行动态 美联储内部继续掐架 包括2025年FOMC票委 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 2024年FOMC票委 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 2025年FOMC票委 沈罗伊斯联储主席布拉德 2024年FOMC票委 李奇蒙德联储主席巴尔金 2023年FOMC票委 米尼阿布里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 都将发表自己的观点 重点包括美国经济 货币政策和银行问题 其他央行方面 澳洲联储本周暂停加息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1%的水平 但是表明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投资者可留意下周澳洲联储主席洛威 如何解释其走走停停的货币政策 接下来加拿大央行将给出答案 就目前情况来看 加拿大央行上月宣布加息25个基点 令市场感到意外 而这次继续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有分析师认为 加拿大6月份就业人数的激增 表明下周加拿大央行会上的 另一次加息已成定局 不过随着失业率也在上升 工资增长也在放缓 加拿大央行不需要将其政策利率 提高到5%以上 而且加拿大央行可能会在7月份加息后 再次发出有条件暂停的信号 对于许多个股而言 都将受到影响 欧洲方面 央行自6月会议以来发出的信息很明确 工作人未完成 随后还会有更多的加息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近期也发表了相当鹰派的讲话 他重申7月加息似乎已成定局 而即将公布的欧洲央行 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估计也是重复此类轮调 从体而言 随着欧洲央行政策预期的演变 以及美元因避险需求升值 欧元将走弱 而更加瞩目的是 美股第二季的财报季将于下周拉开帷幕 各大投行财报率先来袭 摩根大通 花旗集团等个股将于下周公布财报 不过本期视频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 财报前 合计共有20位分析师 给予达美航空评级 有19位给予了买入评级 1位持有评级 没有卖出评级 公司股价也继续保持看深势头 而且逆势上涨 并稳步接近52美元的阻力位 于4月13日公布的季度财报显示 该公司营收超过预期 最新财报定于7月13日发布 同时 分析师给予了乐观的预测 他们预计 达美航空的美股收益和营收都将增加 达美航空自己也预测 其6月份的收入将创下新高 预计 美股收益为2.34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2.5% 并预计 2023年的增长率将达到15%左右 近年来 达美航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 已经扭转了其运营状况 现在即使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航空公司 也是其中之一 尽管运营成本增加 但该公司在第一季度 按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实现了盈利 而且尽管第一季度平均机牌价格上涨了17% 但该公司仍然表现强劲 国内旅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分析室的预期 除非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否则这一主题应该持续到今年 这意味着达美航空的业绩应该好于预期 达美航空多年来不断投资于其整体体验 虽然价格仍然是客户最看重的方面 同时提供的服务也是最重要的 这方面达美航空一直是属于最准时的航空公司之一 而且其航空网络也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不仅可以连接本地航班 还可以连接国际航班 这种协同作用 使达美航空能够更好的竞争 这里的好处是 2023年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欧洲国家开启旅行 而欧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旅行来源 而且数据表面 目前载客率仍然略低 为83% 大多数航空公司希望载客率能接近89%至90% 管理层表示 到2024年 运载率应该恢复到这些水平 达美航空的利润率受到了成本上升的影响 但是除非石油成本上升对旅行造成影响 否则它们应该能够在2023年恢复 这里石油成本的提高 是风险方面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该公司继续看到油价上涨 它将不得不继续提高票价 票价上涨将在2023年的旅行中发挥主要因素 并代表着整体旅行量的风险 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收入 不管怎么说 达美航空的整体估值仍然相对适中 目前的市盈率约为11倍 但是主要风险除了油价上涨 运营成本增加之外 如果经济衰退比预期的更强 收入增长可能放缓到个位数 甚至可能保持停滞 好在就短期来看 衰退带来的风险在2023年底之前发生的概率不大 因为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因此目前没有很多收入风险来自于旅行的缩减 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 业绩应该保持稳定 同样油价目前也保持稳定 但是由于需求可能很快超过供应 油价可能会上升 这可能导致底线比预期的要弱 除了运营风险 一个重要的风险是庞大的债务负担 账面上有300亿美元 利率风险仍然是该公司的一个问题 达美航空的持续现金流目前约为60亿美元 面临着通胀和商品价格带来的成本上升 以及利率的双重阻力 此外达美航空的资本支出和投资活动 对该公司2022年的现金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可能继续对该公司2023年的现金流产生影响 如果高支出率持续到2023年 这些因素的结合可能导致于估值有关的不利事件 总体而言 从中期来看 公司的前景仍然不错 如果接下来的几个结果比市场预期的要好 那么在中期内 随着估值与更广泛的市场相一致 该股可能有理由继续上涨 好吧 希望上述分析对大家有所帮助 并期待其继续表现强劲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于银行股 之前我们分析了美银 也有观众提问摩根大通等个股 我们将陆续给出分析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周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虚景顺 感谢你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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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